来 啃一个看看 为什么 你看看我们的老奶奶 超市里的五骨鸡爪 真的是老奶奶啃出来的吗 首先我们要了解 五骨封爪是如何脱骨的 第一种方法 机械脱骨 先用夹子把鸡爪固定住 再用骨刀分别竖贴 将尺骨和副尺骨撑出去 但成本较高 一般的小租房用不起 第二种方法 手工脱骨 在工厂 熟练工人每三秒 就可以处理一只鸡爪 一天可以处理进400斤 第三种方法 用嘴脱骨 这就是真实存在的哟 熟练工人一般50秒钟 一只五骨鸡爪 以前可以啃出200斤 在泰国啃鸡爪这活 却曾被鸡爪固过 所以五骨风转 大家不可能热到大家啃的 起码也是年轻呀 不过我国大多数工厂 采用的都是手工脱骨 大家认准这个 拥有食品生产许可证的风转 还是可以放心使用的